我感受着手铐戴在手腕上的冰冷,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妻子,妻子的白月光一意孤行,犯了医疗事故,她居然为了保护自己的白月光,把罪名栽赃给了我。 十分钟前,我接到了一台手术,手术的对象是一名在高铁站工作的维修技术人员,因为不小心跌落,被钢筋刺串了身体,然而,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林斌,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,维修人员抢救无效死亡,而家属也报了警,在场目睹这一切的妻子,居然直接对警察说是我让林斌这样做的。 沈然医生,请跟我们走一趟,冰冷的手靠靠在我的手上,而此时的秦雅居然在一旁安慰林斌,没事的,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规格的手术,不要太有心理负担,只是一次失败而已,不会影响你的。 秦雅的脸上带着微笑,眼睛自动聚焦在慌乱的林斌身上,对,对不起秦雅,是我连累了你们。 林斌眼眶通红,却没有勇敢承担自己该付出的责任,我刚被带出去,就听见了家属的谩骂和诅咒,甚至还有扔过来的水杯砸在头上。 而秦雅,则搀扶着林斌往办公室的路上走,你说这秦副主任真狠啊,老公被抓了,居然都没有反应。 是啊,他天天就围着小心肉转,自己老公都不顾了。 我觉得吧,沈医生技术这么高,应该不会出事。 你的意思是,算了,咱们不说了,小心秦副主任听见。 路过科室,我听见了大家的议论,自从林斌来了之后,我的妻子就完全成了他的陪衬,我本想趁着这次手术之后再问他到底怎么想,结果没想到他抢先一步。 把我送进了派出所,上车的时候,有人还问了我一句,你老婆怎么都不来送你? 秦雅来看我了,说实话,我很爱他,所以他来的时候,我还是很高兴,他空着手走进来,坐在我的面前,眼神冰冷,还重新染了头发。 我突然想到,林斌以前在科室聊天说,最喜欢这个发色,毁了我,保林斌,他这么重要吗? 我还是问出了想问的话,林斌是留学生,在法国流过学,这次回来,会给我们医院带来很大的转变和进步。 秦雅看着我,说出了不像理由的理由,他,只要干两年转正后一定提干。 到时候就是科室主任,前途无量,他会给我们的医院带来新技术和新经验,这对于大局是好的,我笑了,前途。 所以秦雅,你考虑一个陌生人的前途,都不考虑我这个老公的前途吗? 秦雅摇了摇头,你可以把老家的房子租出去,也可以开滴滴,你那么有能力,我相信你能东山再起。 我愣住了,他居然说出这么冷酷的话,我的一时资格证会被吊销,我的前途已经被你毁了。 我近乎绝望地看着他,你要打破舒适区,脱掉白大褂,依然可以生活,我们不是孔一锦。 还有那么多人送外卖,送快递,都能生活。 我觉得你很成熟,你能做到的。 秦雅想了想,又补充道,我又没和你离婚,我还跟着你,这你还不满足。 说完,秦雅便离开了,门开着,我听见了外面的人都在议论,那对情侣真是太有爱了,又亲又抱的,看得我一单身狗都羡慕极度了。 那男生一看就是外国回来的,真是狼才女貌啊,我都羡慕了。 对,我家孩子要能找这么好看的老婆,我做梦都孝心。 我愣了一下,原来在他们两人的世界里,我已经是第三者了,案件还在调查当中,而我也暂时离开了派出所。 回到家等开庭,家里空空如也,现在哪里还有家的样子,屋子里乱七八糟,甚至碗都没刷,已经长了比我头还绿的毛。 此时屋子里挂着的结婚照,秦雅在照片上的笑容显得多么讽刺,当初我和她认识,是在大学,她那时在话剧社团,而林斌在篮球社,两人本身就是一对情侣。 我被社友拉着看她的演出,第一次就被她扮演的朱丽叶深深吸引,不过,因为她有男朋友,我一直都没好意思主动追求。 大四那年,林斌因为父母强烈要求她抢公费出国深造的名额,因此和准备在国内发展的秦雅分手,加上林斌是个纯粹的妈宝男,因此便主动提了分手,秦雅的闺蜜向她介绍了我。 因为我当时保研,家境又比较好,父亲在医学界颇有影响力,秦雅便出于利益考虑和我在了一起,想着想着,我便进入了梦乡,第二天叫醒我的是秦雅的门铃。 我惊喜地看着她,脸色瞬间变得阴沉,因为林斌在我的背后来换鞋。 秦雅居然低下头给林斌换了鞋。 她以前从来没这样对我过,小雅,你这屋子好乱啊。 林斌捂着嘴,似乎因为我的存在而嫌恶,不好意思啊,让你看到我家这么乱的一面,我过一阵就收拾。 秦雅居然羞涩地低下头,林斌和秦雅你,一句我一句,根本忽略了我,我看着这两人眉来眼去,率先开了口,这是我们的家,你带陌生人干什么? 秦雅说道,现在我要去林斌家里住一段时间,你的事情引起了媒体关注,我不想被媒体拍,每天被人凝视。 你那么爱我,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吧。 我愣了,秦雅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我的预料,沈医生,你帮了我,为了报答你,我会照顾好秦雅的。 我一定会把秦雅当成我的亲人对待。 我笑了,这算哪门子道歉,把我坑了,还要得了便宜卖乖,秦雅,你到底在想什么东西? 你去她家,那我呢? 秦雅说道,最近家里太乱了,我需要冷静处理我的工作。 我这样,也是为了让你有个安静的环境,思考未来的事情,我正是为了我们两个人考虑。 我刚要说什么,林斌接过了话。 你误会我了,我把她接到我家里,就是想尽一些朋友的责任。 你也不要想太多,眼前的情况,这样做对我们几个人都好。 我看着秦雅,问道,你就这么同意了。 秦雅说道,去她家里,我觉得很放心,比在这里被媒体每天监视要好很多啊。 你既然爱我,就要给我自由,给我一个安全的环境。 林斌走过来安慰我,哥,你放心,你去监狱,小雅我一定帮你照顾好,这样你也能安心服行了。 我站在二楼的阳台,看着林斌牵着秦雅的手上了车,秦雅带走了所有她的东西。 两人眉开眼笑地开车离开,我蹲坐在房间里,一时间不知所措,绝望和屈辱,还有那份对她的爱,铺天盖地,潮水般袭来。 那几天,我几乎是在酒精的陪伴里入睡,厕所被吐得已经不能辨认,夜深,我还在刷着手机。 秦雅这段时间,抖音删掉了所有和我拍的作品,我才知道,她把我们两个的作品设置了私密,而和林斌的合影,却得来了网友的一致评论,郎才女貌,天生一对,有钱有盐,狗粮塞满。 这些评论,像是刀一样扎着我,他们旅游,一起喝酒,做烛光晚餐,甚至还有亲吻的自拍。 我通过医院那边的朋友,也知道林斌现在代替了我的位置,成为了主刀医生,秦雅,也当了主任,我等于替他们扛下了所有。 很快,开庭的日子如约而至,我憔悴万分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像是一条狗,在进入那个我不想进的地方之前,我在停车场看到了他们,林斌开着一辆奥迪,秦雅穿着珠光宝器,两人下车,仿佛明星一样,只不过,这次的秦雅,居然肚子隆起。 雅雅,你慢点啊,别吓到我们宝宝。 林斌满眼宠溺地看着他,我们宝宝肯定是个绅士,因为他爸爸就是个绅士呢。 是吧,我的罗密欧。 我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,看着他们两个人的幸福,罗密欧,这个词是他在大学演出的时候,吸引住我的那句词,他是朱丽叶,但是我不是罗密欧。 哎呀,沈医生,这几天不见,怎么憔悴很多? 你身体没问题吧? 林斌看着我,居然做出一副关心的样子,我懒得理这个罪魁祸首。 好了,他现在很紧张,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了。 秦雅看着林斌说,你怀孕了? 我问,嗯,我想要给我们两人留下一个孩子,毕竟你大概率要服刑,所以,我考虑了一下,孩子跟你的姓,怎么样? 为我生孩子,你居然和他要了孩子。 每次我提出要个孩子,你都用各种理由拒绝。 我想起当初和他恩爱的时候,他都是提出要带上错失,很显然。 他不是不想要孩子,而是不想让孩子的父亲是我。 宝宝,这件事情太突然,他需要时间接受,我们还是给他留些空间吧。 林斌安慰起来,两人又是一阵眉来眼去,让我感觉作呕,如今的秦雅早就不是我的妻子了。 秦雅,既然这样。 我看着她的脸露出了严肃的表情,我和你正式离婚。 林斌和秦雅有些吃惊,毕竟根据现在的情况,他们认定了我不能和秦雅离婚。 秦雅笑了,你在说什么? 离婚? 你挺着大肚子来,还带着林斌,最近我一直不在你身边,这孩子是谁的,不用我多说。 既然这样,也干脆别演了,摊牌算了。 我很认真地看着她,说道,你跟林斌搞在一起,算你出轨吧,正好你把东西都收拾走了,离得也算是干干净净。 我毅然决然,做出了离婚的决定。 沈然,你不要这样。 小雅为了你,付出了这么多,在我家里,她每天都想着你,你这样离婚,太伤害她了。 林斌在旁边用一种遗憾的表情劝说,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孩子,我可以告诉你,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好。 孩子都和你姓了,你还在担心什么? 秦雅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,她很显然,不敢相信我要离婚,秦雅,我知道你在乎什么。 你在乎的无非是我的房子和我那点钱,包括我爸在医疗界的影响力。 秦雅摇头,解释道,沈然,你居然这么想我。 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青春,我最好的青春给了你,最好的年龄陪你度过,现在你要离婚是吧? 她看着我,又补充了一句,如果你缺钱,想要把我赶出去,钱我也有,林斌也有。 林斌马上跟着她的话说,对,沈医生,我可以借给你钱。 虽然我没有钱,但是你是小雅的老公,也是孩子的父亲,我一定会帮你的。 我摇了摇头,彻底看透了他们两个人的嘴脸,离婚是必然的,如果你有什么意见,等开庭结束以后再说吧。 我站在了被告人的位置上,身边是一名法警,我只觉得光很刺眼,心里很复杂,下面由公诉人提供证据。 我看着公诉人,他所提供的证据里面,一大半都是秦雅和林斌的指证,两人统一口径,秦雅甚至销毁了监控视频,等到进入到了证人发言的环节,几个参与手术的医生都统一口径指向我。 我看向一旁,林斌和秦雅十指紧扣,他用自信的眼神看着她,仿佛已经定下了我的死局,下面请最后一位证人讲话。 全场目光看向了林斌,他走上台。 摘掉眼镜,长叹一口气,首先,请法庭允许我,在这里对死者家属道歉。 他低下头,九十度鞠躬,在场的陪审团和群众也都纷纷对他称赞,他们叫他好医生,这个词刺入我的耳膜,令我感觉晕眩,我发现了沈然医生的错误行为,但是我进行了劝说他,一意孤行,并没有听我的话。 并且他威胁我,说要让我以后在院里混不下去,我没有进一步进行劝阻,这是我的错。 林斌摇身一变,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坚持正义的忏悔者。 秦雅看着他,居然也眼眶红了,似乎我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天大的委屈。 将所有的证据放在一起,几乎可以给我定罪,下面请被告方审然的辩护律师发言。 我的辩护律师非常淡然,拿出了一个黑色的U盘,我请求法庭播放此文件。 随着视频播放出去,我的心情变得越发的复杂,视频里很显然就是林斌使用了错误的治疗方法导致打出血。 而这个时候,我正在调试医疗器械,这也就直接坐实。 林斌是导致医疗事故的元凶,而且其他的那几个指证我的医生都是作假证,法庭可以验证视频的真实性。 另外,提供该视频的是医院院方方伟伯院长。 林斌此时已经十分震惊,他摇着头像是疯了一样,不可能。 视频,视频是伪造的。 而此时那几个医生都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了秦雅,秦雅此时慌乱了。 他看着林斌,目光中充满了担心,证据确凿,尘埃落定,法庭针对证据进行梳理,将我无罪释放我走出去的一刹那,感觉阳光是如此的温暖。 而出门的瞬间,我看到了搀扶着林斌走出来的秦雅,此时二人都非常憔悴,活是一对苦命鸳鸯。 沈然,你居然一直都对我留一手,你从来没相信过我,你对我的爱都是假的,都是撒谎吗? 秦雅红着眼睛质问我,我当然知道,他的质问只是为了帮林斌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另外,离婚快点办。 我扔下一句话,就要上车,而身后传来了林斌的声音, 沈然,你背后摆我一道,居然在手术室放了另外的监控,你不相信我林斌就算了,你居然还不相信秦雅吗? 相信,我就是相信你们,才差点被你们坑死,我相信过你,但是也没落下半点好,不是吗? 转身走人,发动车子,摇下车窗,后面那几个医生走出来,愤怒地对了两人破口大骂。 而我开着车,回到了医院,院长办公室里,我见到了方伟伯院长,沈然啊,我以前为了防治医疗事故,特地在手术室装了一台隐蔽监控头,没想到这次派上了用场。 方伟伯院长喝了口茶,欢欢说道,不知道你爸爸有没有提起过方伯华这个名字? 你是? 我很吃惊,方伯华是我爸爸的得意门生,医学博士,对,后来我改了名字,叫方伟伯,你妈妈走得走。 爸爸又常年跟随外交部在外国做医疗援助,所以特地让我照顾你一下,我不由得鼻子一酸,我那么全心全意爱一个人,却忽略了最爱我的父亲。 方院长说道,我没告诉过你我是你爸学生,怕你骄傲,不过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出手,因为秦雅这个人,人品绝对有问题, 你跟他长远来看,一定会出事。 所以我让你先难受一段时间,现在我猜你大概走出来了。 我点头,是的方院长,我现在准备和他离婚。 方院长点头,我支持你的选择。 现在我让你恢复原来的职位,你好好干。 我感激的点头,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,晚上回到家, 我看到门居然开着,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 果然,秦雅做了一桌子菜,都是各种名贵食材,东行斑,奥龙,海参, 还有我最爱吃的三文鱼,老公,你回来了。 我承认,最近我不经常回家,好久没给你做过菜了。 如果是平时,我一定会感动,但是现在,我是真不感动,我都怕菜里下了毒。 秦雅开了一瓶自己带来的码头老鼠,给我倒了一杯, 我才发现,她穿了很性感的黑色连体裙,这种衣服和我结婚后就没穿过。 老公,这几年工作很忙,都没好好和你过个节日,今天我好好弥补你一下。 我有些严肃,现在的我已然不是当初的田狗,秦雅,有事情吗? 秦雅笑了笑,说道,老公,你说我们的孩子叫什么? 虽然现在看起来不明显,但是名字最好还是现在就起。 孩子,我笑了,林斌生的,你爱叫什么叫什么,叫林生斌都行。 秦雅依然面不改色,你真讨厌,还是那么幽默。 我直接揭穿,秦雅,你有事情可以直接说。 秦雅开口道,你能不能说林斌的失误也有你的一份,这样,林斌和你共同承担,两人责任就不多了。 我笑了,不是,你不光长得美,想得也很美啊。 秦雅突然红了眼眶,虽然孩子跟你的姓,但是他的亲生父亲是林斌,我不想孩子出生就没了父亲。 我又笑了,孩子生出来没爹,和我有啥关系? 我又不是他爹。 餐桌上,秦雅满眼泪花,可怜人一样地看着我。 沈然,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狠毒。 我虽然和林斌生了这个孩子,但是我们两个都是为了你,孩子是你的名义,他只不过是帮了一把,没想到你居然因为我的一片苦心。 和我离婚。 他捂着脸,开始抽叶起来,似乎和别人生孩子是我逼的,想和他爽,又想要给自己立人设,你还真是聪明。 秦雅,这个婚我是离定了,任谁都拦不住,我说的。 我的态度坚决,拿出了离婚协议书,放在了桌子上,秦雅死死盯住我。 沈然,我的一生都被你给毁掉了,你早就提防我了,所以才有摄像头,对吗? 原来这段感情里,你一直不信任我。 信任,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词非常恶心。 沈然,我告诉你,我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,我为了医院付出这么多,你想要让我净身出户不可能,我告诉你,你的财产,房子,车,起码有我的一半。 我不离感觉一阵恶心,眼前的这个女人,就是想要钱,而自从结婚之后,她的钱都是自己管,房子是我爸给我买的,车是我自己买的,她只负责享受,她可以和别人上床,在这里却说为家里付出。 秦雅,我发现你想得真美,你和林斌婚内出轨,先考虑一下她吧。 做假证,医疗事故,推卸责任,她现在或许更需要你做烛光晚餐。 秦雅看着我,冷笑道,好,这是你绝情,既然你抛弃了我,那就别怪我对你不讲情面。 我指了指门,不愿意多说,门在那里,自己走。 秦雅拿着包,披上外套,便气冲冲地离开了,我站起来看着窗外,她在等车,林斌没来接她,拿起手机刷着视频,发现原来林斌经常公开她的那个账号,已经注销了。 显然,现在某些人更加的闹心,第二天一早,我精神十足地来到了办公室,沈主任好。 四周的医生都和我打招呼,可以看出,他们都为我官复原职而自豪,沈哥,你可算回来了。 秦雅太过分了,她提出好多不合理的规矩,大家伙都怨声载道的。 是啊,沈主任,那个林斌,每次说话都带着官腔,而且还总拿自己出国说事。 沈主任,您回来可是太好了,秦雅姐把我手办扔了,说影响工作。 我看着这些平日里夜以继日工作的同事们,感觉心情无比地畅快。 沈哥,我跟你说,现在那几个作假证的要被取消医师资格证,据说全医疗行业都要拉黑他们,现在他们都恨死林斌了。 一向和我最好的高材生小豪对我说,这几个人也是被秦雅逼迫,不过不顾西波克拉底誓言。 违反行医规范,也算是活该,我不予理会,事情已经步入正轨,现在他们都会得到该有的惩罚。 就在这时候,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阵嘈杂声,沈然,你给我出来。 你使乱中气,给我出来。 小豪看着我,撇了撇嘴,办公室其他人也都看着我,很显然,秦雅来闹了,对于我们这种体制内的工作人员,最怕的就是闹到单位,我怀了你的孩子,你要和我离婚,自私的负心汉,你给我滚出来。 此时的秦雅,如同疯了一样,朝着办公室的方向跑,而门外的保安。 都因为他怀孕,暂时也不敢应拦,我心里明镜一样,他就想让我身败名裂,或者以此为要挟,让我帮助林彬翻案。 秦雅,你冷静一点。 我走了出去,四周科室里肚来吃瓜,大家听好了,现在你们的沈医生把我肚子搞大,就要和我离婚。 甚至还要我净身出户,这就是你们心中的好医生。 今天我就来讨个说法,沈然,你必须签保证书,取消你离婚的打算。 我笑了,他的算盘打得很好,但是被我猜到了。 秦雅,你好歹也算是医生闹这么大,脸呢。 我冷冷地看着他,曾经在舞台上吸引我的朱丽叶,却变成了一个疯婆子,脸。 你现在看我怀孕,就要抛弃我,就因为我接受了林彬的帮助。 你真狠,我告诉你,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 我看着他,问道,所以,你的意思是? 秦雅走过来,低声道,除非,你承认你在术前对林彬说,他的操作有你的示意。 我反问,如果我不,秦雅压低声音狠狠说道,那我就拒绝和你离婚。 而且,我每天来闹,挺着肚子来这里闹。 咱们医院外国学者交往研讨,还有领导视察,多得数不胜数,你要是不怕丢工作,你就不答应。 我拍了拍手,你和林彬是真爱。 秦雅对我说,晚上去林彬家里商议。 晚上我开着车来到了林彬家里,为了赴约,我还特地换了西装。 小雅,他断了我的前途,你要他来干什么? 林彬此时狼狈不堪,双眼血红,地上都是空皮酒瓶,显然这哥们借酒消愁了。 我笑道,你真高看自己。 秦雅不让我,我才不来呢。 秦雅拍着林彬后背安抚道,彬,我和他说了,他会在你开庭,承认自己只是你这样做的。 你放心,我说过会为你想办法,那我就一定会做。 林彬感动地抱住了他,小雅,我爱你。 我拍了拍手,好家伙,装都不装了。 林彬回头看着我我,小雅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爱情,婚姻不是束缚他的枷锁。 他不是你一个人的,那就是网友的呗。 我反讽了一句,总之,我们两个人分摊这次医疗事故,对小雅也好。 你爸爸那么有钱有实力,你也不会为生活发愁。 而我也会继续当医生。 到时候,孩子跟你姓,我也能帮忙照顾小雅。 林彬看着我,说,秦雅也看着我,说道,如果你帮助了林彬之后,我会选择跟你离婚。 既然你对我没了感情,我就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了。 我点点头,转身离开了家,很快,林彬迎来了开庭,在法庭上,辩护律师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我。 根据调查,我们这里有一位证人,他表示林彬先生在进行手术操作之前,有受过他的授权。 我走了进来,全场哗然,小浩他们都很吃惊,林彬则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 我走上去,拿出一部苹果手机交给了法警。 请法警呈上证据。 我笑了笑,林彬却笑不出来,因为手机里播放的,全是两人威胁我让我抗罪的视频,法庭内部,顿时议论纷纷,而在场的人也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 看向林彬和秦雅的目光,也多了一层憎恶,林彬双眼血红,看着秦雅,此时她已经彻底失控了。 秦雅,你他妈陷害我。 林彬此时哪里还有半点白月光该有的样子,把所有愤怒都给了秦雅。 秦雅看着我,愤怒的表情展露无遗。 最终,林彬恕罪并罚,判了十年,可以看到林彬最后的眼里失去了高光。 法警搀扶她下去的时候,她已经尿了尿裤子的一幕,也被记者拍到,秦雅此时整个人都傻了。 她看着我,脸上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情,我得到了我最想要的结果,而很快我就起诉了秦雅。 她也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,经过一番协定,法庭判她净身出户,无权划分财产。 沈然,你能原谅我吗? 走出法庭,秦雅泪流满面,拉着我的衣袖。 原谅,当初我差点进监狱,甚至家破人亡。 原谅是不可能原谅的,这辈子都不会原谅的,你有你自己的生活。 我不能束缚你,而秦雅跪在地上,祈求道,林斌进去了,我肚子里还有孩子,我不想让林斌的孩子没有父亲,也没有母亲,看在我曾经陪你过了这么多年的份上,你帮帮我吧。 我摇摇头,说道,这个孩子没有父母不要紧,只能怪他摊上你们这两个极品。 我其实觉得,孩子投胎是个学问,只不过他这门学问学的不怎么样。 说完,转身,上车,秦雅跪在地上嚎啕大哭,哭声随着我的车越开越远,十年之后,我已经提上了副院长。 在某个下午,我正准备和一位处籍领导的千金相亲,开车路上碰到了秦雅,秦雅在菜市场摆摊贴手机膜,风吹日晒,已经晒黑了,说实话,我心里并没有任何的波动,秦雅,给我钱,快点有急事。 林斌头上缠着绷带,穿着一身地摊货,冲到摊位前面,斌,你别赌了,我求你了。 这个月没余下多少钱?林斌一巴掌抽在秦雅脸上,拿过收钱的箱子就走,下次把收款二维码换我微信的。 打听一下解放,我才知道,林斌监狱里出来,因为以前事情做得太绝。 已经被各行各业拉黑,就连基本的进工厂都没人要,而他在监狱里认识的几个狐朋狗友,促成了他爱赌的习惯。 秦雅因为去医院闹,已经被医疗行业熟知,加上作假证,在本市也没有立足之地,只能打零工,摆摊。 这几年经济不好,赚的钱也是少之又少,破碎的家,爱赌的丈夫。 秦雅的报应来得如此之快,一个小学四五年级大小的小女孩,从秦雅面前跑过,她拿着一大树花,似乎要去卖花。 妈妈,我去卖这些,等攒够了钱,我就能报补课班了。 女孩一路奔跑,跑到了我的车前,叔叔买树花吧。 我笑了笑,正要拿手机,女孩突然说,叔叔抽烟对身体不好。 我愣了一下,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给了她,我是你妈妈曾经的朋友,这些钱你自己留着报补习班用,不要告诉你妈妈爸爸哦。 小女孩点了点头,一步步朝着母亲跑了过去,我看着手中的花,开车离开,阳光正好,我吹着风,此时却想起一句话,青州已过万重山。